我国自建国以来一直以爱好和平的姿态屹立于世界 经过几十年发展 取得了许多令世人称赞的成就 尤其是军事科技 基本达到了国际顶尖标准 我国为了巩固国防安全 每年都要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 各种军事演练从未停止 即便如此 世界上还是有人经常说 我国害怕战争 碰到事情只能抗议 根本不敢宣布开战 他们普遍认为 我国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快现代化建设 如果跟别的国家打仗的话 不仅无法实现现代化发展的战略目标 甚至还会严重拖慢自身的经济发展速度 对于这种论调 我国军事学家罗元将军一点也不认可 他曾公开说过一番话 赢得了许多国人好评 罗元将军指出 我国的战略目标的确是在和平的条件下 迅速完成现代化建设 目前我国经济水平已经攀升到了国际第二 再不远的将来完全有可能取代美国 再一次成为世界第一 经济发展固然重要 但是国防安全却更加重要 一味的忍让 只能让自己的敌人越来越得寸进去 二战时期 西方列强刚开始并不想打仗 试图用妥协的方式换来和平 结果被德国步步紧逼 以至于法西斯在国际上越来越猖狂 最终西方列强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才勉强结束战斗 罗元将军对此评价说 只有保持强硬的外交姿态 才能让周围的敌人不敢轻易来犯 最典型的国家便是瑞士 它的国土虽小 但却没有遭到过战火洗礼 一战前 瑞士宣布成为永久中立国 平凡的国家都会遭到他们的迎头统计 他们全民武装硬生生的下退了 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阵营 二战时期 德国法西斯原本想占领瑞士 结果发现瑞士加加都是军火库 最终只好放弃攻打 正如罗元将军所说 我国不愿意战争 但是并不害怕战争 如果有必要的话 宁可延缓自身的经济发展 也要强烈反击那些入侵者自食恶果 我国不愿意战争